家庭健康关怀维护你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住在LA的家庭健康单元 家中有这个老人家的朋友呢 可能都会发现说 为什么我们家的长辈一到了这个年纪 年纪一到的时候就会发现 怎么讲话跟他们讲话越来越大声 而且呢有时候呢 他们会听不清楚那个电视要开得很大声 这时候就会在想说 是不是他的听力有问题了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 来跟大家来做讨论 为您邀请到的是耳鼻喉科 蔡维伦蔡医师 蔡医师你好 你好 是 蔡医师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是 跟老人家有关系的听力退化的问题 对 那很多人想要知道说 这个听力退化是真的是老化引起的吗 是 平常我们根据报告知道说是 30%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都会有听力退化的现象 跟老化眼镜一样 年纪大了需要戴的话就需要戴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听力老化这个退化呢 是对这个生活也好 对心理也好都会造成影响的 然后听说最近还个报告说 如果是听力退化的话对大脑也会有影响 对一个是听力退化听不到需要大声才能听得见 可是有些人听力退化是因为神经迟钝而影响 OK我们现在看这个蔡医师这边有一个耳朵的模型 对这个耳朵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耳朵外面 外面耳朵呢引到这个耳道耳道再来就是一个耳膜 耳膜后面有三根小骨头 那三根小骨头之后呢就是耳锅 这个耳朵的神经 那这个神经呢就接到大脑 那我们的听力呢就是这样子形成 那所以老年人听力退化的话呢 平常都是在耳锅有问题 所以耳朵耳膜耳朵的骨头全部都应该正常 那只是这个神经开始退化 OK造成这样子的神经退化 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些作息呀 一些生活习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呀 当然有 第一个是以前经历过大量的噪音 在工厂上班喜欢去打猎以前当过兵 或者是卡车司机也常常看到这个听力退化 第二个就是家里基因遗传 这些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有些遗传的因素 那所以这两个问题是最大有造成这个听力退化 而且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都市生活的人 跟这个乡村生活的人一想比 诶有差别哦 长期住乡村的人他们听力平常比一般的城市人好 那是因为乡村的人的话没有城市的这个噪音 噪音环境噪音真的蛮严重的 所以其实在乡村住的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听力退化会比较缓慢一点 那么呢其实刚刚蔡医师还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听力退化 大部分都是旁边的人去发觉的 自己患者本身呢不会发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什么样子的警讯呢 平常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呢 平常都是太太儿子女儿说是 爸爸妈妈你要去看医生了 你的听力真的有问题了 平常病患他们自己不会有感觉 因为听力退化老年听力退化是一个慢慢慢慢的状况 所以平常我都会建议说是你假如说是觉得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旁边的人讲话你都需要很用心很用心的听才听得到 或者是听不清楚 或者是大家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需要跟他们说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有这些现象的话呢 可能就是耳朵听力开始退化 另外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呢 就是耳鸣 耳鸣 耳鸣其实是听力退化的一个现象 耳鸣是说可能在我们到了高山 高地也是会有耳鸣的现象 可是平常耳鸣因为听力退化的话呢 是一个从早到晚24小时都会耳朵在那边嗡嗡嗡叫 那所以呢假如说是不会好的耳鸣 持续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平常我都建议说是做一个听力测验来调查听力是不是有退化 所以就是到医生那做一个听力测验 因为我们知道声音它有分高音中音跟低音嘛 那听力测验的话就是三种音都会测试到 对 所以听力测验的话平常是在医生诊所做 然后呢戴着耳机然后不同的频道的音律开始测验 然后还有测验这个神经的迟钝 假如说是听越大声而听得不清楚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是听力开始迟钝 那听力迟钝跟耳朵听力退化也有相关 因为不只是戴了耳机 很多人戴了耳机说我戴了耳机 我听得很大声可是听不清楚 所以这个问题呢 反而是不是把耳机转得越大声 而是旁边的人跟你讲话速度要慢 假如说是你讲的话越来越慢的话 你听力会越来越清楚 可是旁边的人家人跟你讲话的人 看到你戴助听器的话 反而会只是越讲越大声 而不晓得说是要慢一点你才听得清楚 所以我平常都会做了这个听力测验之后 讲解给病患知道 你要让家人知道说是跟你讲话不需要大声的吼 而是讲速度讲慢一点 我想第一步就是要去检测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听力的退化 那如果需要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吃药没办法 然后呢就只能靠助听器 但是带了助听器之后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每天都要带吗 可能带了几个月就会有一点心得 知道说是哪一个场合需要带 哪一个场合不需要带 有些人我觉得说是去外面吃饭的话 一定要带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们吃饭跟朋友 亲朋好友去吃饭的话 最少能够沟通 假如说是在家里自己看电视的话 可能就把它拿掉 反而把电视转大声一点的话 比较舒服 是是是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蔡医师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听力退化会造成脑部的退化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 人家说耳朵很重要 因为他是主管听觉还有平衡的 那如果听力也退化了 那他会不会失去平衡呢 听力退化跟这个平衡神经 也有相关 因为呢 听力神经跟平衡神经是邻居 所以假如听力开始退化的话呢 平衡神经也有可能开始退化 所以大家都会说 我这几天好像进来走路不稳啊 觉得昏昏的 那所以假如有这种现象的话呢 平常来看耳鼻后科医生 我们都会建议做一个听力测验 因为平衡神经的测验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呢假如说是我们看到 说是听力神经有开始退化的话呢 那可能是平衡神经也有退化的现象 好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 有跟观众朋友提到 其实听力退化不仅仅造成你生活上 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同时对于脑部也会有影响的 然后对你的平衡 如果到时候听力退化的太厉害的话 也是有多多少少会影响到的 所以要去找耳鼻后科 或是家庭科医师 然后去检测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再咨询耳鼻后科的意见 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带个这个助听器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蔡医师 谢谢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